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方教材也没有 但是我们考试 你像去年真题他就考到了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也要给大家补充出来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最近的19年跟20年 我们国家新修订的一些土地新冠的法律法规 它涉及到的就是新的一些实证的东西 第一是冯地产跟冯地产业 冯地产的概念 冯地产概念有两个含义 一层就是物质形态 一层就是全属 物质形态就是你能看见的建筑物和土地 这就是我们的物质形态 另一种就是法律的权利 因为冯地产它不能移动 又非常贵重 所以它必须要经过法律 有一些产权的认定 这个更多我们就是法律 你比如你买一个房子 你能把这个房子从天津搬到北京吗 不可能 那只是这个房子的产权 经过你签了购房合同 再经过我们冯管局的登记备案 登记之后 你获得这个冯地产的产权 是吧 所以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法律的产权 法律的权利 冯地产是冯产跟地产的总成 这是冯地产的概念 包括我们的商铺厂房仓库 这都是建筑 地产呢 地产包括土地 土地这个不不只是土地 包括它的地表 还有地上地下的一定空间 它是一个三维的 这个我们所说的土地是三维的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 你家那个冯地产 你在这儿干了一个建筑物 是吧 那地 这个地表以下的一定空间也是你的 地表以上的一定空间也是你的 但是它不是往上可以无限 往下可以无限 它是剩下的一定空间 是这意思 我们经济学上称为不动产 三种形态就是土地建筑物 还有冯地合一 这是冯地产的三种形态 土地就是单只土地 独立存在 冯地合一 就是冯子跟土地合一 还有就是只是有建筑物的所有权 没有土地使用权 比如伪建 是吧 一些伪建 三种形态 概念了解 那么法律上的房地产 本质是一种财产的权利 你有这个房地产 你就有相用的经济利益 比如我们的所有权 你有所有权 你在所有权是比较基本的权利 你在这个基础上 能够判认出一些使用权 比如我们租住了 你有使用权 你没有出租 你这个所有权 人你也有使用权 是吧 还可以有抵押权 点灯权 租赁权 这都是我们房地产新乌官的一些个权利 获取这些权利就有一些相用的经济利益 第二 房地产的特征 这个房地产特征大家要要掌握 房地产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不可移动性 这个大家应该好理解 你因为土地不能移动 建筑物一般也不能移动 当然我们有一些古建 可能采取一些措施 可以从一个地区移到另一个地区 但是那个也是很少数的 由于土地不能动 是吧 所以它房地产具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这个特性是一个最根本的特性 就是由于这个特性会影响很多其他特性 所以它是一个最根本的不可移动 第二就是独一无二 房地产具有独一无二项 我们一般来说每一个房屋 你都要有对应的一个图纸 都要有一个设计 那么即使是你用的标准图纸设计出来的 它的土地 它的土地也不能移动 所以它一定是具有独一无二项的房地产 还有生命成九项 我们很少说你这个建筑物成了微房了 要把它拆除 这样的当然有很少 我们这基本上围绕的是普遍性 生命成九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城市更新 或者是城市建设 还有使用功能的建筑物就把它拆除掉了 生命成九 这个生命成九 比如我们跟我们人的生命来比 生命成九项 第四供给有限项 这个供给有限项主要就是我们土地 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里边我们有18亿亩的耕地 要有这么一个红线 你这是雷达不动的 在这个红线范围之外 我们还有才有这个建筑用地 它土地是固定的 尤其是一些红金地段这些土地 你谁占有了 你就有一些排他的权利 在这个土地上 行有特定的供热空气 雨水风景 还可以支配相关的天然资源和生产力 在我们市场经济中 这些权利除了占用者之外 排除了他人使用权 除非他人要支付性的代价 才能获取性的权利 就是供给有限性 第五亿受限制性 我们逢地产 他受很多政策规划限制 你比如我们这一年出了多少 房地产相关的调控政策 所以他易受限制性 很多政策 你比如贷款或者国家 现在我们称到房子是用来住的 是吧 第六是保值增值性 房地产 这个保值增值性 主要体验在 比如我们的通口膨胀 是吧 他是具有抵御通口膨胀的 保值增值性 体验在两个方面 第一 你房地产 要有这个居住功能 居住功能永远是最重要的 还有投资功能 投资功能的前提是居住功能 主要投资功能的前提是居住功能 这个很多人 有的学员不太不太理解 说不是啊 你比如说 你比如我们天江 他就买一个拆尖 对吧 这个拆尖可能十平米 就是一百多万 他纯粹就是为了满足上学 孩子上学 我买完就在那放着 我就上学 有一个有一个学区指标 那这个 这个叫居住功能吗 那是你现在生活水平高了 你不住了 你他最早建设的时候 他也是为了居住 对吧 只不过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高了 不居住了 所以从他原始的时候 也是为了居住 所以居住 他是第一功能 冯子是原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这是我们冯地产的几个特性 这几个特性 大家还是要记住的啊 我要求你还要把这个 你要把这几个标题要记住 至于内容 这个都好理解 内容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就是标题你能不能记全了 你要花一些时间去记 这个是要背下来的 几个冯地产特性的标题 第二是冯地产业的新冠政策 首先介绍我们的土地所有制度 我们土地所有制度有全民所有 还有集体所有 那么对于全民所有 什么是全民所有的土地 这里边我们要会判断 这个就不让你背了 全民所有的土地 我们市区的土地 还有农村城市 注意哦 一般来说农村和郊区的是极体的 但是这说了啊 他说农村和郊区的 已经依法没收 或者依法征收 征购为国有的 这个一般来说农村和郊区的是极体的 但是农村和郊区已经依法没收征收 或征购的 征购为国有的 这个也是全民所有 或者叫国有的啊 国家依法征收的土地 这些啊 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 草地 荒地 滩土 等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 转为城镇居民的 呃 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 因国家组织移民 自然灾害等原因啊 还有农民建制集体迁移后 不再使用的原属于迁移 集体所有的土地 好 你要会判断啊 这些属于集体所有的 或者叫国有的就可以了 呃 属于国有的啊 不是集体所有的 那么这些属于集体所有的 也要会判断 农村和郊区的土地 呃 除 你看这个就跟刚才对应了 跟刚才全民所有或者国有的 除法律规定 属于国家所有的啊 然后还有呃 这个宅基地 自留地 自留山 这些也属于集体所有 把这个要会分类啊 第二土地征收制度 那么土地征收 什么样情况下可以征收呢 就是为了公共利益需求 以满足公共利益需求的 我们可以征收 禁止以生业用途为目的进行征收 呃 还有征收的时候 要依法征收 就是你要符合法定的权利 就是谁来征收 我们登地政府 符合法定的权利 还有法定的程序 就是你权利要合法 程序也得合法 比如你征收 你是你得先补偿 啊 补偿协议定完了 才能才才能拆拆拆拆 你不能先拆拆拆 后补偿 对吧 他程序也得合法 就是依法 然后就是公平合理 呃 政府以征收的 执行人的身份出现 呃 以被征收土地的价值 对被征收人的损失 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这是我们征收的限制性条件 这三个哦 那么可以征收的土地 什么情况下 他可以征收土地 有这么几种情况啊 局势外交啊 用地 还有基础设施啊 基础设施建设 啊 政府投资的能源 交通水利通信等等 基础设施 还有公共事业 公共事业就包括科技 教育文化 卫生 体育生态环境 资源保护 呃 防震减灾 文物保护 社区综合服务 社会福利 市政公用 呃 优服安置 应列保护等等吧 这是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事业 军事外交 还有 我们工程建设 啊 工程建设 呃 这里边指的是 不是所有的啊 这里边指的是 政府组织实施的扶贫搬迁 保证性 保证性安居工厂建设啊 这个是 这两种啊 扶贫搬迁和保证性 安居工厂 呃 开发建设 开发建设 这个有要求啊 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确定的 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 他指的是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 还要经省议市人民政府批准 由县议市 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成品开发建设需要用地的 其他请求 呃 我们19年土地管理法 首次明确的土地征收补偿的基本原则 呃 这个是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啊 它是保证被征收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净低 成员生计有保证 征收土地补偿费以 区骗综合地价取代原来的土地年产值的倍数 在原有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偿费 地上辅着物补偿费 这三项费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农村村民住宅补偿费和社会保证费 这些啊 新增了这两项费用啊 这个大家要熟悉啊 土地管理制度 那么土地管理制度包括我们的一个就是土地的用途管制 再有我们的耕地保护 土地储备 土地调查等等这些制度啊 我们这儿主要介绍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储备 土地用途管制里边啊 这里边我们要掌握的是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规定土地用途 经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分为这么几种类型啊 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控制建设用地的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把这句话熟悉就可以了啊 土地用途管制 他的目标是逢之随意改变农用地 就是我们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动 再有建设占用土地 涉及农用地为建设用地的 应该办理农用地转移审批手续 提供以下征收下列土地的 由国务院批准 这个国务院那权力也是非常高的 不是你地方政府了 我们永久向基本农田 第二是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 超过35公顷的 还有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的啊 这个35跟70正好是一个倍数 是吧 那么永久向基本农田 你必须得国务院批准 这个没有数量的限制 还有就是什么呢 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达到35公顷 还有就是超过70公顷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土地 土地储备 土地储备这块我们就了解一下 是吧 第四啊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制度 这个地方啊 我们还是 你先我们21年考试 主要就是从这个地方来考核的我们啊 这个地方 我们建设用地啊 它的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就是化钵一种就是这个有成 两种 那么无成化钵 这些情况可以无成化钵 国家机关用地军事用地 基础设施 公益事业 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 法律形成法 规定的其他 这些啊 你可以无成化钵 取得土地使用权 还有就是一些公共租赁住房 公租房啊 也可以 这是无成化钵 然后有成使用 我属于国家核准化钵外的啊 国家核准化钵外的 你应该通过有成 那么有成取得土地的方式 有这么三种 我们去年就考问 在案例里边就问你 有成取得的方式 除了出上方式外还有什么 那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 其实去年我们有一些老学员 你就你做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没有做出来 是吧 取得一个就是什么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方式 通过出让 还有就是国有土地的租赁 国有土地使用权 作价出资 或者入股 这么几种方式啊 就是有成使用的方式 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 还有国有土地的租赁 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资 或者入股 这么四种方式啊 就是除了出让方式外 我还有租赁 以及作价出资 或者入股 这么三种方式 这是有成使用的方式 后边的这个我们就了解啊 大家看 土地使用权出让 去年也考到了这么一个 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年限 因为你取得建议用地使用权 它是有年限的 那么这个年限最成是多少 最成是多少 我们看啊 居住用地是70年 这个要记住啊 70年 我们去年考的也是考到这儿 居住用地用地是70年 工业用地是50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是40 生业旅游娱乐 这个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是50 这个生业旅游娱乐是40年 综合是50 那么这个你怎么记呢 其实也好记 就这么三种 40 50和70 你会连线啊 这个我们要求会连线啊 呃 还有你取得建议用地使用权了 你是获得一定的年限 那你这个年限到期了 怎么办 应该在建满前一年 申请续期 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求 收回土地外 应给予批准啊 除了公共利益你要收回的 否则他要续期你应该批准 经批准续期的 应该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赚合同 依照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赚金 土地使用权出赚合同 约定使用年限建满 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 或者申请续期 但没有批准的 土地使用权由国家无成收回 啊 这个都比较重要 我们要整握这两段话要理解啊 那么土地使用权出赚的方式 土地使用权出赚的方式 我们有这么几种 有协议 有招标 有拍卖 还有挂牌 这四种是出赚方式啊 跟刚才有偿取得方式 有偿取得方式也是四种 有偿取得方式包括 我们的土地使用权出赚 租赚 还有坐驾出赚或入股 那是有偿使用方式四种 这个是出赚方式里边的四种 协议 招标 拍卖 挂牌 这是这四种啊 不要跟那个搞混了 这是出赚方式 那么这个协议 这四种方式你理解就行 他一般不会问你 你会判断 那么协议出赚 那肯定就是签土地使用权 出赚协议了 那么这个协议价啊 这个出赚金不低于 国家规定的最低价啊 注意这个 你不能你政府跟他互相勾连 把这个国有的土地 很便宜都建卖了 是吧 不能低于最低价 协议出赚最低价 不低于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的有偿使用费 征地拆迁补偿费 以及按照国家规定应缴纳的有关税费之和 就是要比这些之和要大 有基准地价的协议出赚最低价不得低于该地块基准地价的70% 就是有基准地价你不能低于基准地价的70% 那没有的 你也不能低于这土地有偿使用费 征地拆迁补偿费 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的税费之和 也不能低于这个啊 就是协议出让价 然后招标出让 那么招标出让的话 那是价高者得还是低 应该是高 它这个是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时候 它不是你建筑工厂 建筑工厂招标肯定是报价低的可能中标 而这个土地使用权出让 招标出让的话 它一定是低者得啊 不是高 说错了啊 重新说下这一句 重新说下这一句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土地使用权出让 跟我们建筑工厂的招标出让是两个概念 你比如我们建筑工厂出让 建筑工厂出让 我们应该是价低还是价高者得啊 建筑工厂 建筑工厂招标应该是一般来 如果是晶片人的最低投标价法的话 你应该是价低者 价低者得 而我们土地使用权出让 站在国家的角度 国家是代表公权力的 那肯定是应该是价高者得 恰恰跟那个建筑工厂招标是不是相反的 对吧 这个大家要区分好 一个是价高 一个是价低 不一样 这是价高者得的原则 这是招标出让 再就是拍卖出让 拍卖出让它也是价高者得 也是价高者得 跟一般的招标不一样 那么还有就挂牌 挂牌的话 它是指定的土地交易城所来挂牌出让 这些出让方式 其他内容我们就是了解 把这个出让方式这四种 跟我们有成使用方式四种要对比 再看 我们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任 那么转任的话是一方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了 你再转任给另一方 这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任 包括出售 交换还有赠予 无关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的 利用土地的 土地使用权不得转任 土地使用权转任需要签订转任合同 还有就是土地使用权转任应该办理过户登记 要向登记机关登记 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的建筑物其他附属物所有权分割转任的 应该将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 还有房地产管理部门批准 并按照规定办理过户登记 这个我们也要掌握 这个登记这块 还有土地使用权通过转任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 就是你转任后这个年限是吧 是剩余年限 什么意思 比如甲 甲取得这个土地使用权是70年 他开发利用了30年 然后他转任的话 最多转任多少年 不能超过剩余年限 你转任土地使用权 最多你转任40年 是这意思 土地使用权转任后 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出上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 就是你原来有一个用途 规划部门对你进行限制了 你要改变用途的 应征得出上方同意 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 依照有关规定 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上合同 调整土地使用权出上金 也要办理登记 就是改变用途 你得经过批准 得登记 出租我们就不说了 第五 我们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制度 我们征收的主体 注意啊 这个地方去年也卡到了 就是我们国有土地的征收 征收主体分为决定主体和实施主体 这两个主体 那么决定主体 就是做出我们的国有土地房屋征收 决定主体是人民政府 地方的人民政府啊 就是市县级的人民政府 它是我们的决定主体 它做出决定和行政补偿 然后征收部门 征收部门是政府指定的啊 它指定的征收部门 那么征收部门 它可以委托一个实施机构 来委托这个征收 征收部门负责征收工作的实施 而决定征收部门可经决定征收工作 委托给实施单位负责具体的征收工作啊 同时明确禁止使用非法手段 情致被征收人进行搬迁 还有你这个征收部门 委托的这个实施单位 委托的这个实施单位啊 它不能以盈利为目的 这个我们要注意 就是这个地方我补充一句 就是你负责征收主体是 征收主体是人民政府 然后实施主体是人民政府指定的 这个征收部门 征收部门可以委托给一个 这个呃 委托给一个实施单位 但是你这个实施单位 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啊 以盈利为目的就就会出乱了 是吧 你看我们经常这个因为拆迁 呃呃 有这个自焚的或者杀人 这种恶行案件啊 所以他也一个一定是规定 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啊 委托的这个单位 第二 征收补充的内容 那么房屋征收补充内容 包括这些啊 这个大家要记住啊 房屋征收补充 被征收房屋的价值 你这个房屋征收的价值 那么这个价值怎么确定呢 呃 不低于房屋征收 决定公告知识企业 跟他同种类型 或者相似的市场价格啊 不低于这个价格 这是房屋价值 还有是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 临时安置的补偿费 也包括这个 还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比如我们一些生产性的停产停业的补偿 市县人民政府应制定补偿和警力办法 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和警力 补偿方式 那么补偿方式有两种啊 一种就是货币补偿 就直接给你多少钱 另外一种就是产权调换 是吧 这两种方式可以由被征收人来选择 就是我征收我房屋 房地产 征收我房屋呢 我可以选择货币补偿 我可以选择产权调换 就是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 产权调换 我们再看 接下来就介绍了这两种啊 一个是货币补偿 货币补偿 征收补偿费 应该足额到位 专户存储 专款专用 实时房屋征收 应该先补偿后搬迁 不是先搬迁后补偿 产权调换 产权调换这里边 大家也是了解一下啊 就是从一个地方给你就近 是吧 或者小面积换大面积 或者大面积换小面积 当然它要有一个评估的啊 由市县人民政府提供 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 并跟被征人进行计算 结清被征收房屋的价值 还有用于产权调换的差价 因旧城区改造征收个人住宅 被征人选择 再建地段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 做出房屋征收决定的 市县人民政府提供建设地段 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 这是产权调换 再有就是我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评估 被征收房屋的价值 它要评估的话 有具有信用资质的房屋评估机构 进行评估 房地产评估机构 由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协生确定 协生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 随机选定的方式来确定 房地产评估机构 再有就是房地产评估机构 应该独立客观公正进行评估 这个我们都好理解 大家看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个大家也要重点掌握 房屋征收的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 应该包括什么东西 你这个被征收人跟征收部门 应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它应该包括补偿方式 比如你补偿方式 你是要钱还是产权调换 是吧 货币补偿还是产权调换 然后补偿金额 支付期限 如果是产权调换的话 任意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面积 搬迁费 临时安置费 周转用逢 停产停业损失 搬迁期限 过度方式 过度期限等等 定立补偿协议 房屋征收部门跟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 答不成补偿协议 一个想 一般你被征收人都要多要吗 政府又不愿意多给 如果答不成协议的话 或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 由房屋征收部门做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人民政府 按照征收补偿方案做出补偿决定 政府主管部门要做出补偿决定 并在征收范围内给予公告 要公告 再看 补偿协议签议后 一封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 另一封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一般来说就是被征收人不履行 我们可以诉讼 如果是征收人不履行 那你一般就是行政 行政服役 因为它是一个行政机关 你要选择行政服役 或者选择行政诉讼的方式 第六 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这个我们就了解 有我们的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 还有多层次住房保证体系 这个内容就不再多说 我们看一个案例 这也是我们过去的一个真题 大家看真题就知道 我们讲的东西还是非常有用的 不是说 我刚才也讲过 就是第一张它比较特殊 因为第一张教材 它跟我们的考纲 它符合度不是那么高 你从去年考试就能看出来 第一张的东西从教材里边 考试是从教材里边找不到的 房地产开发公司通过出任方式 获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作为综合用地进行开发 应需要征收该宗土地上的原有房屋 房地产开发公司跟被证人签订房屋补偿协议 明确由被证人选择房屋征收补偿方式 好问题 一个是问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任时 综合用地 它的最高使用年限是多少 综合用地 我们前面讲了 你住宅是70年 对吧 我们 你这种娱乐旅游的是40年比较短 我们的综合用地 它最多是50年 对吧 综合用地 综合用地最多是50年 还有除出任方式外 有成使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方式 它 这个地方啊 我们有成使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方式 有协议招标拍卖挂牌 这几种方式应该是出任里边的 应该是出任里边的 那么城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任载案条的规定 土地使用权最高 这个居住类的是70年 工业用地是50年 教育科技文化是50年 生业旅游娱乐这是40年 综合是50年嘛 土地使用权出任采用四种方式 协议招标拍卖挂牌 除出任方式外 有成使用国有建设用地 还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租赁 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入股 这是有成使用方式 把这个我们要打上 好 那么到此为止 我们第一张这个预习班的内容 就给大家讲到这 这个地方我们 其实你在答的时候 我这个答案可能给大家写的比较多 我们在答的时候 你只要把这个50年写出来 这个地方 是吧 他问你什么 有成使用最高年已经50年 除出任夫之外 有成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方式 那就是这个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租赁 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入股 这是有成使用方式 对吧 当然我在这也写的比较多 就把这个 创立方式 创立方式也给你写到这了 对吧 好 这是 这道题 那么到此为止 我们第一张的这些内容 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